球迷开始猜测,刘诗文到底去干什么了? 之前在采访中,刘诗文就表示不会参加巴黎奥运会。 已经30岁的刘诗文,除了事业,球迷们更关注他的感情是否有了归属。 马龙参加在采访中意外说出,刘诗文的意中人在国拼中,并且他的成绩非常好。 虽然马龙没有说这个人是谁,但很多球迷都猜测这个人是张继科。 曾经张继科的空间只能刘诗文一个人看。 这两位世界冠军之间的爱情故事长达七年,两人因为打听胖球结缘,在一起很浪漫又温馨,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。 张继科这个人比较内向,而刘诗文活泼开朗,2004年,13岁的刘诗文第一次进入国家队,他第一个好朋友就是张继科。 这两个人先后进入国家队,这种半公开的恋情让球迷们很期待。 在国拼训练期间,张继科曾经因为违反规定被送回去省队训练。 刘国梁在当时告诉张继科,有能耐再打回来,期间张继科似乎丧失了斗志,还有网友说他曾经想去国外打球。 期间刘诗文一直鼓励他,到了2006年张继科重回国家队,两个人在训练完成之后会见面。 成绩也越打越好,之后两个人恋爱关系曝光,因为国拼和父母的压力,两个人结束了七年的感情。 张继科和刘诗文为什么分手一直被球迷们讨论,因为国拼规定队员之间不能谈恋爱,两人的感情经历很困难。 如果国拼放开规定,很容易引起不好的反应,影响比赛的发挥。 张继科曾经也在采访中表示,谈恋爱太影响经历,还可能会影响心情,最终导致影响到比赛结果。 或许是为了彼此的发展,两个人最终选择和平分手。 分手后张继科表示,自己以后没有这么纯粹的感情了。 刘诗文说如果遇不见喜欢的人,这辈子不结婚,之后这两个人变成球迷心目中的一男平。 分手之后,张继科弹出乒乓球比赛,开始走进娱乐圈。 期间和景田还有一段故事,但是最终逃不过分开,刘诗文还在赛场上坚持。 随着两个人事业的分开,球迷们觉得这一对很难在一起了。 如今30岁的刘诗文被追问择偶标准的时候会说,自己不在乎长相,只要性格合适就好。 刘诗文变了,19岁的他对爱情充满憧憬。 他在采访的时候表示,自己幻想将来举行海上婚礼。 现在时隔10年,刘诗文认为爱情是紫色的,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信任,所有东西都建立在信任上。 当球迷们期待十年职业的时候,刘诗文的最新动态更值得注意。 有消息说刘国梁准备安排刘诗文做教练,如果做不了孙颖莎的教练可以去代年轻人。 在2024巴厘奥运会的比赛安排中,刘诗文现在已经30岁了,应该是无缘女子担当。 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有退役,大概率是刘国梁有了全新的安排。 如果刘诗文转型做教练,以他的经验,相信表现得会很出色。 除了事业上的安排,马龙在采访也表示,刘诗文还有好消息。 马龙说刘诗文的另一半应该是一个34岁的大帅哥,是个曾经为国家赢得无数荣誉的人。 马龙和刘诗文关系非常好,和亲兄妹一样,所以说这个消息可信度非常高。 这个消息一出矛头直指张继科,在2019年和景田分手后,网上一直疯传当年那个深情民事的眼神。 还有网友说,张继科可能会在那时候回想和刘诗文的那段故事。 2020年以后,张继科开始转战娱乐圈,他曾经表示自己喜欢单眼皮的女生。 这句话一出网友泪奔,张继科一生桀骜不逊,却把温柔都给了他。 他从来不喜欢什么短短短眼皮类型的女生,只不过喜欢一个叫刘诗文的女孩。 如今刘诗文也保持单身,只可惜他头发变长,眼睛也变成了双眼皮。 这对曾经的恋人还有属于他们的十年之缘。 现在两个人和好似乎也是可能的。 这对曾经让粉丝直呼一难停的两人,不知道大家还会支持他们在一起。 不管最终两人能否复合,都祝福他们生活越来越好。 好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